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接著又帶來的這首小頁曲是作曲家蘇克 就讀於布萊格音樂學院時所做的喔 當時他才十八歲呢 哇塞 十八歲 跟我一樣大 我還只是在躺在宿舍耍廢的時候 蘇克已經寫出一首經典之作了 蘇克以往的作品大多情緒憂鬱 色彩黯淡 他的老師德普扎克就建議他嘗試寫一些活潑明朗的音樂 因此誕生了這首全部用大調寫成的弦樂小頁曲 這首曲子在1895年文針演奏於布萊格音樂學院 一舉成為蘇克的成名作喔 那就讓我們來聆聽吧 謝謝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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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 you